三百名大專師生到石江軍營參觀交流 解放軍駐港部隊特別安排反恐作戰演練 演練無異恐怖分子闖入了一間寫字流協時人質 解放軍的應急分隊坐直升機首先到場 一名隊員徒手爬上大廈天台 證服了一個恐怖分子 其他隊員就直升機游省而下 而另外十多名隊員都坐車趕道來支援 釋放軍駐就得到問題的處理 談判失敗之後隊員工入寫字流 打低逃走的人制服所有恐怖分子 剛才那些演練也都很一絲不久 臨場的真實感 譬如那些炸藥那些爆破聲音 這批大專生也有機會近距離一島三軍儀仗隊的風采 駐港部隊又展出了多款武器包括左興機槍 以及直升機和裝甲車 活動之一是兩軍交戰 這場學生代表對著解放軍駐港部隊的足球友誼賽 白衣是解放軍隊新型教建石 至於粉紅山的大專隊組織較好 結果就贏3比2 但贏輸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友誼第一 無線電視記者王家俊報導 人權組織中國人權說 內地異見人士國泉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 潘友琦同意10年 41歲的國泉是南京師範大學前副教授 過往不時在網上發表文章 2007年底他向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自公開信 要求改革政治體制 去年年初發起成立中國新聞黨 又曾批評四川大地震災區學校的豆腐渣工程 當局去年年底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國泉 到今年8月江蘇法院審理案件 中國人權說國泉星期五被判罪名成立 判有期徒刑10年 他的家人說沒有辦法接受判決正尋求上訴 有時事評論員表示 近年內地部分知識分子除了發表言論 也都會訴諸行動令當局不能夠接受 雖然現在已經過了國慶 但是今年整年都是政治敏感年 再加上一些地方的騷亂 而外界也都有提出所謂在中國發動盛戰 總體來說是令政治氣氛沒有放鬆過的 他又說不排除未來會有更多類似的事件發生 無線電視機仔陳芬奇報導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繼續在匈牙利訪問 建設兩國簽署多項經濟合作協議 方東昇在匈牙利首都報答佩斯報導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匈牙利的國會大廈 會見總理鮑爾努爾 鮑爾努爾原本是經濟部長 4月接任總理收拾金融海嘯留下的殘局 習近平說在當前形勢下 加強經貿合作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有助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中國一貫重視和歐盟發展關係 願意本住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原則 和歐盟及成員國務實合作 妥善處理分歧 雙方有見證兩國簽署十幾項合作協議 包括商貿環保農業領域 習近平之後出席座談會 和兩地企業家交流 去年中國和匈牙利的雙邊貿易額有七十億美元 兩國都認為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無線電視記者方東昇在匈牙利報達佩斯報道